欢迎收看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 十八大闭幕之后呢 有关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全退的传言得以应验 胡锦涛此举是意在解决中共党内的所谓的这个老人干政的问题 还是出于无奈 如何看待他在过去十年间的政绩呢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 我们就邀请您和我们的来宾一起谈一谈这方面的话题 首先来介绍一下来宾 坐在演播室的是美国之音VOA卫视的自身编辑宝生 宝生欢迎 另外呢我们还邀请到视频家高文谦先生 高文谦先生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 参用我们今天的讨论 高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祝您和保身感恩节快乐 今天是美国的感恩节 谢谢小学 好 谢谢 首先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十八大的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揭晓之后 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之前关于胡锦涛 是不是还担任军委主席一职的这样一个猜测呢 后来这个我们这个真相揭露出来了以后就是胡锦涛打算全退了 不再担任这个国家军委主席的这样一个职务 所以他没有效仿江泽民 他的这个前任江泽民把这个军权又抓了两年这样一个做法呢 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看这个坊间的这个传说也很多 当然民间对这个事情的这个议论呢 用的词是裸退 裸退也好 全退也好 到底是什么原因 有什么样的意义 有很多的这个议论 宝生请你先谈一下 你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的 中国的网络上一个最好玩的说法就是胡锦涛像董存瑞一样 炸雕表一样 然后自己拖起炸雕表 把这个老人干政炸掉的同时自己也光荣牺牲了 那么你刚才在话题一开始的时候说是出于老人干政的结果 还是出于无奈 我想是二者兼有 那么我们看到这次十八大江泽民 李鹏 朱镕基 李锐 桓等等 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一起出现在十八大上 特别是在开幕式的当天大会这个领导人 这个走入会场的时候江泽民居然排在第二位 这就可以完全的显示出老人仍然在中国这个政府的高层运动当中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过去是垂帘听政 慈禧太后的时候是垂帘听政 他有一个竹帘在他面前了 现在他江泽民居然能够走在第二 他连竹连都没有 那么胡锦涛能够退出中央军委主席这么一个职务 他本身也是对老人干政的不满 同时他也是想表示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不跟你们玩了 我干脆我就退了算了 实际上我们看从高先生 我们从过往邓小平时代来看 这个邓小平的乙将 接下来这个江泽民到现在 这个老人干政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秘密 对不对 那么这一次胡锦涛此举呢 正像宝生刚才谈到的一点 两方面原因都有 但是呢 这个外界这个注意的焦点还是放在他这个老人干政 是不是想要有意地推动这个老人干政的终结 这样一个事情 您觉得是不是外界的期待 或者是在这方面有这个所谓的过度解读的这样一个意思在里头 我觉得刚才宝生说的那个形象的说法是董崔炸碉堡 我说这恐怕有些异乡情愿了 这个政治呢是讲究实力的 那么胡锦涛这次裸退呢 究竟是实力不够 最后被迫出局呢 还是说真是高峰谅节主动退让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 还不大清楚 因为现在这个事情呢 我同意宝生刚才说法 大概或许是两者坚然有之 这个中国的老人干政的传统呢 从毛泽东时代呢 那就是他就是一言堂了 他是一直到了死 他这个中共中央主席的位置 头衔还挂着 那么邓的话呢 就比他玩的高明些 那么很早的把这个军委主席职务就退让 但是实际上在幕后的话呢 实际上是最高领导人 那么江泽民的话呢 当然权威比这个邓就差很多了 但是呢 他的话呢 仍然的话呢 有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呢 中国这个老人干政呢 这是一个传统 那么那么为什么会形容这种情况呢 特别是这回中共十八大 为什么会把这么多 十九个这个退休的老人都请出来 关键就是因为中共高层内部 围绕十八大的权力分配啊 这个摆不平 要把这些老人全都请出来 江泽民这个权威呢 是有一定权威 还有余威还在 但是的话呢 他已经不能够像邓当年那样拍板了 因此要把李鹏请出来 把朱镕基请出来 把李鹏环请出来 大家都有一票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胡锦涛现在的话呢 这个他裸退之后 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老人干政就结束了 我觉得这个老人干政 这个恐怕的话呢 还要有一个相当长的一个时间 特别是当中共内部 在重大问题上摆不平的时候 这个老人干政还会回来 这个不取决于 这个胡锦涛 这个他的这种做法 当然我应该还应该肯定 就是说他呢 这个这回全退 那么呢 对中国的领导人退休制度 还有一个制度上的这么一种贡献吧 所以您认为这个 还是有这个客观上的 这样一个推动作用在里面 刚才高先生谈到说的是 这个毛泽东呢 当年是到死的时候 权力都抓在自己的手上 邓小平高明了很多 实际上是感觉像是 更像垂帘听证 那么这个 我们接下来要看一看 这个江泽民到底是 愿不愿意这个放弃 对于这个政治的这种 在幕后的这个干预 还是像您说的这样 他在这个大会上 站在这个前排 他还是将来会明确干预 这个我们到时候拭目以待 那么就回到 这个高先生 可能谈到这个 既然谈到邓小平 我们就回到这个 胡锦涛其一人吧 我们既然今天这个话题 要谈一下胡锦涛 这样一个执政的 有什么这个政绩 我们就来从胡锦涛 当时是怎么样 这个升到 后来的这样一个 中国最高领导人的 这样一个地位 最初的时候来看一看 其实当时应该是 在1992年的十四大的时候 这个有这么一个 有一段译文 挺有意思 就是说当时江泽民 带着这个九个常委 包括他九个常委 上台的以后 介绍胡锦涛的时候 说介绍他的年纪 说他年纪很小 大概只有49岁 但是这个翻译呢 翻译的时候就 说成胡锦涛是一个 年轻的妇女 江泽民当时为了秀英语呢 还给他纠正了 但是这个翻译后来还是 第二次说的时候 还是说他一副 后来呢有这么一个传言 就是说这个 当时外交部的这位翻译 后来解释说 说的是他其实当时 根本就不太清楚 这个胡锦涛 其实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他以为是这个刘延东了 所以从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可以看可以看得出 当时这个外界对这个胡锦涛 其人了解并不是很多 那么我们先请这个高先生 您对这个中国的过往的 这一段历史了解比较多一些 您看一下这个胡锦涛当时 是怎么样升到后来这样一个高位的 这个实际上胡锦涛之所以成为 中共第四代领导人 主要是邓小平是隔代指定 因为邓小平对江泽民并不放心 邓小平是党内元老陈寅跟李先念 在六四之后 六四这个镇压之前前夕推荐的 那么最后成为这个 邓对他并不十分感冒 特别是当这个江泽民这个执政以后 这个大反和平演变 这个声称要把个体户整得倾家荡产 所以这种情况下邓的话 不得不发动这个南巡讲话 来这个纠篇 那么所以邓的话就指定胡锦涛 隔代指定胡锦涛作为接班人 这等于江泽民在邓活着的时候 是成为受了甲板器 上面有邓小平 后面有胡锦涛给他抄后路 所以江泽民这个滋味也很不好过 但是江泽民现在又反其 又是这个用其道 用其人之道环制其人之身吧 现在又给这个胡锦涛 也指定的隔代指定接班人 就是这个习近平 现在是这么一个局面 好的 宝慎 你的当时的这样一个 从过往看这个十年 十年前发生这样一个事情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印象 因为刚才高文谦先生也谈到了 邓小平对江泽民还是不太放心 主要是他不够稳重 那么江泽民六四以后 刚刚担任主要领导人的时候 他在北京的一些讲话 当时我作为记者也在场 包括他在京西宾馆 讲话的时候时不时地夹杂几句英文 然后类似要把个体户都要把它整垮等等 邓小平也是不放心的 他之所以看重胡锦涛 第一个胡锦涛 他是有地方工作的经验 包括西藏贵州等等 而且他是比较稳重 另外他也有共青团派 这些一些势力的支持 那么邓小平对胡锦涛的看法 就是他干事情还是比较稳重的 不会出大乱子 现在十年过来 证明了胡锦涛确实是一个稳重人 同时也是一个谨小慎微 固步自封的一个人 在他的十年当中 中国经济维持了稳定的 或者说高速的增长 每年GDP的增长率在平均下来 每年达到10%或者以上 那么经济上是有一些进步 但是与此同时 政治上其他的各个方面 处于一种无为而至 无所作为 任凭各种势力作大 等一会我们可以再继续来聊下去 所以这就证明 胡锦涛确实一个比较稳重的人 但是他也是一个 基本上看来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人 对 宝胜刚才也谈到 这个胡锦涛 可能就很多人认为 他平庸执政的这样一方面 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意见 也提到他当年在 西藏当一把手的时候的 这样一个果断强势铁腕的 这样一个镇压当地的 示威活动的一方面 对 所以从这些迹象来看 高先生您看一下 在过去十年里边 胡锦涛的执政 到底从执政的思路来讲 还有他这个作为来讲 您有什么样的大致的 这样一个看法 人们的话常说盖棺论定 当然胡锦涛现在还没有到盖棺的时候 但是他的政治生涯 可以说已经画上句号 那么胡锦涛他的政治遗产是什么 我想了一下 恐怕最重要的就是高压维稳 或者说是暴力维稳 那么这种情况就使得 而且在他任内制造了一个 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 那么呢 而且这种局面呢 把整个这个国家也脱入到一个维稳的一个黑洞里面去 就换句话说呢 这个黑洞呢 是这样子 就是欲罢不能 但是又难以为继 那么在政治上呢 那么主要就是他是强调和谐维稳 在这个经济上呢 是国进民退 因此胡锦涛这个十年不作为啊 他是的话呢 就使得中国本来的这个伯爵压式改革 所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呢 现在已经呢 频临这个爆发的这个 全面爆发的一个到达一个临界点 那么那胡锦涛 当然了刚才保申提到的话呢 胡锦涛这十年的这个经济方面发展还不错 不过我觉得的话呢 应该的看到的话呢 胡锦涛实际上呢 是这个坐着顺风船 是在吃这个江泽民朱镕基时代的老本 那么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的十年呢 他是只维稳不改革 那么就当这个维持会长 那么呢 只求自己能够平安降落 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现在的话呢 整个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话呢 表面上还是挺光鲜 挺繁荣 但是实际上已经掩盖不住呢 遍地风火和这个危机四伏的这么一个局面 这将对习礼 这将对习礼 对不起 我就说您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对今后的这个情况不是很 不是很乐观 您刚才既然谈到这个击鼓传华传定时炸弹 胡锦涛成功的爆了十年这个定时炸弹 接下来丢给习近平了 接下来会怎么样 保申您 对刚才这个我谈了一下 大概的谈了一下 胡锦涛的他的这十年的统治的情况 那么套用一句英文的说法 这十年可能更好 也可能更坏 好和坏就是基本的原因 就是胡锦涛是一个没有什么破力和闯力 想象力的这么一个领导人 所以中庸史 他是一个弱势的领导人 如果他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人 情况可能会比现在好一些 也可能更坏 他之所以弱势 就是说他在维持的经济增长的同时 造成了更多的社会的矛盾和党内的矛盾 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 现在到现在已经看出来 增长的驱动力已经基本上耗尽了 另外经济发展是以破坏环境 导致党内各种利益集团 包括薄熙来这一批人的 他们的势力不断做大 司法不公 社会不公 财富分配不公 等等以各方面的这些个条件 作为基础的 那么将来在他以后 刚才高文谦先生说了 他会把这一烂摊子传给习近平 习近平能不能比胡锦涛 更有所作为一些 这个还要大家来观察 至少今后几年不会这样 但是我个人感觉 正是因为他是红二代的出身 他在党内有更深远的渊源 他将来恐怕会比胡锦涛 能做的事情会更多一些 而且矛盾激化到这一步 他不做也不行 好的 我们线上已经有多位听众观众打来电话 我们先来听一下他们怎么样看这个问题 湖南的王先生 请您谈一下您的看法 喂你好 请讲 我想问一下 那个什么党内没有那种胡耀邦和赵紫阳那种人物 他们也出现那种赵紫阳和胡耀邦那种改革派的人物 那种党内就是那个党内民主那个查个选举 那个8.3从18大的8.3到现在怎么20多年国际上才8.6啊 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怎么还是人对他不一样 好的 谢谢 谢谢胡耀邦先生 等一下请二位分析一下 我们再来请陕西敏先生谈一下您的看法 敏先生您好 小熊您好 您好 保生亚说的刚才说的那是我非常赞同 但是有一件认识 我还是感到好像没运行到 因为咱们这个中国这个事上代领导 确实话有些事射了 到下的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这个事情到下来如果要落实的话 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遇到一些问题 我给我们四档四档热线打电话 给他们写的具体的思乱 好的 敏先生不好意思 我打断您了 因为接下来时间没有几分钟时间了 您的例子我们就不好意思不再听 最后我们再来听一下云南周先生电话 请您简短发言 你好你好 那个胡锦涛的全退啊 他上了那个86岁 还赖在台上不愿走的这个 江泽民旗响亮的耳光 当然十年 十年服温新政了 结果还在走老路 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身上 是不明智的 只有唤醒民众 才是根本 觉醒的民众当局不走新路都不行 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 谢谢您周先生 我们就回答第一个问题 刚才第一位听众打来这样一个电话的问题 关于党内到底有没有一个像当年的胡赵 这样的改革精神的人物 现在我们现在看 是不是看不大出来 现在呢 就是我们大家不要忽略 像胡锦涛 像胡耀邦 赵紫阳 这类的人物 并不是他们很多的情况 并不是出于他们自心的 这种意愿来去推动一些改革 而是外界的环境 迫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你像戈尔巴乔夫 他当初提开了这个公开 透明度开放 也是不得已 因为在苏共的领导下 苏联的经济营到了崩溃的边缘 甚至已经崩溃 没有什么其他的路可走 所以有的时候说 中国古话说时事造英雄 并不是英雄本身就生来俱有 而是他要迎合历史的潮流 去做一些顺应历史的事情 那么胡耀邦 赵紫阳也是如此 他们了解中国的情况 将来习近平会不会这样 我们还要看中国国内 以及国际形势的发展 时间过得很快 导播告诉我们 还有一分钟时间 我们把这一分钟时间 留给高先生 请您做一下这方面回应 然后做一下总结性的发言 我觉得胡赵这两个人 是值得怀念的 可以说是共产党里面 最后的理想主义者 至于现在有没有改革派 我并不看好 因为中国现在主要的问题是 这个权贵集团已经做大 那么整个的这个中共高层 已经被权贵集团所绑架 他们中间很多家族本身就是权贵集团中的一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能不能够断臂 有没有当年的话 这个所谓这个刮骨疗伤的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勇气 或者至少是有邓小平当年 这个改革开放奖 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我现在还不大看好这个 这个当然这个事情还要再看 好的 谢谢高先生 很遗憾 今天我们这个讨论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 今天这个再次感谢 也在纽约的高文先生来参与我们今天这个讨论 也感谢在演播室的美国之音的 VOA卫视资深编辑宝生 也来参与我们讨论 同时也要感谢各位听众观众 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讨论中来宾听众观众 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还有VOA卫视 稍后呢 请您收看VOA卫视其他的精彩节目 不要走开